近日,缅甸北部正在经历一场引人注目的战争,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在这个距离中国非常近的地方,缅甸同盟军和其他武装势力组成的联军正在北部地区发起攻势,威胁着当地的四大家族和电炸园区的存在。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在背后进行了两项重要的行动,这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做了什么,缅北局势将会如何发展。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共同去追寻,感谢订阅。我们已付出很多,在受到媒体询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女士坦言,中国已经在该地区做出了很多努力。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从缅甸北部的军事冲突开始说起,首先,缅甸北部的国感同盟军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在10月底发起了打击电炸分子的雷霆行动。 这次行动对长期祸害当地的四大家族展开了严厉的军事打击。 在国感老街地区,四大家族迅速土崩瓦解,代表人物百锁城,甚至匆忙乘坐飞机逃离了老街地区。 国感同盟军等武装力量在老街周围一路获得胜利。 即使军政府派出精兵强将保卫电炸园区也无济于事。 目前,老街地区的多个电炸园区都宣布解散,并为了保护中国籍人员专门进行了撤离,打击电炸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战斗仍在继续,国感同盟军绝不会给四大家族喘息的机会。 由于缅甸是中国的重要邻国,缅甸北部电炸园区的犯罪对象通常是中国民众,因此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他们将目光投向中国,正值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选择公布了近期秘密进行的两件大事。 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虽然具体的细节尚未公布,但中国政府的举措表明, 他们对缅甸北部的战事高度关注,这可能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和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 毛宁女士表示,中国已经在相关事务上付出了很多努力,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应对这一局势。 然而,中国政府为何选择闷声,办成这两件大事?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或许中国政府希望以低调方式解决问题,避免引起更大的冲突,逮捕数万电炸人员。 此外,他们也可能希望避免在国际上过多暴露自己的军事行动,以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稳定。 总结起来,缅甸北部的战事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府行动的关注, 国敢同盟军和其他武装势力的打击电炸行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战斗仍在继续,中国政府秘密进行的两件大事进一步增加了整个局势的复杂性。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了解中国政府的具体行动和目的,对于未来的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政府能够保护本国公民和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需要密切关注这局势,以确保和平与安全的维护。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引导读者的评论。 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缅甸北部的战事? 请在评论中分享您的观点。 中国警方成功从缅甸击补了571名电炸人员。 这是中国对缅北地区电炸园区的一场连根拔起的行动的一部分。 这个园区已经让中国民众遭受了许多的损失,不少人因此遭受了财产上的严重影响。 但是现在,中国警方已经从缅北地区拘押了超过31000名电炸分子。 这次行动还涉及到了其他国家侨民的撤离,泰国,新加坡等国都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帮助。 此外,中国政府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缅北地区进行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部分补助。 而中国希望这些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都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组织,携手推进双方的外交关系。 目前,中国与缅甸两国的边境上已经聚集了来自各个省份的公安办案人员, 所有的电炸分子将会被按照户籍所在地交给当地的警方带回关押。 这场行动还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侨民撤离,这是中国对这些国家有益的一种体现。 中国希望这些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都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组织,携手推进双方的外交关系。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国在缅北地区打击电炸行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人道主义 除了带回大量的电炸分子之外,中国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 对缅北地区进行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部分补助, 而中国帮助相关国家从缅北地区撤回侨民。 也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有益的一种体现,毛宁还强调, 中国一直在敦促目前缅北冲突的各方尽快实现停火的目标, 中国政府也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提供了帮助。 毛宁告诉所有的人,中国在这场缅北地区的武装冲突当中, 已经付出了许多,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这不仅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方针, 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 本次行动是中国警方在缅北地区电炸园区连根拔起的行动的一部分, 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民众再次遭受电炸分子的残害。 成功地从缅甸击补了571名电炸人员, 是中国警方成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此外,中国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 对缅北地区进行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部分补助。 中国希望这些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都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组织, 携手推进双方的外交关系。 缅北的和平之路。 近年来,缅北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战争和冲突似乎有无止境, 尤其是打着铲除电炸旗号, 以清除四大家族, 收复国杆为目的的国杆同盟军强势归来。 他们在战场上掌握着主动权, 他们运用围点打员, 快速集袭等各种战术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水平, 打得四大家族的武装和缅甸政府军节节败退, 损兵折价。 各地民第五纷纷响应, 袭击政府军占领军事据点, 打得缅昂来军政府守卫不能坚固, 被缅昂来军政府推翻的前政府所领导的人民保卫军, 也开始下场与缅甸政府军激战。 现国杆同盟军, 已实现对国杆收复老街重重合围, 占领老街重新掌控国杆是大概率事件。 国杆同盟军收复国杆是不是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和平的到来 其实, 占领老街重新掌控国杆只是彭德仁大计划的开始。 缅北要迎来希望的曙光, 实现真正的和平, 以下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 缅甸缅昂来军政府放弃咄咄咄逼人的, 大缅族主义和视缅北少数民族为二等民族的思维。 第二, 缅北各方势力联合起来, 建立缅北自治联邦与缅甸军政府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战略平衡, 而且缅甸缅来军政府放弃打破这种平衡的努力。 第三, 缅北自治联邦的少数民族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 缅甸军政府减少对缅北和平发展的野蛮干涉和恶意破坏。 第四, 缅北自治联邦各民族自治地方有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 减少穷兵属武和挣快钱的思想和拥兵自重的军阀作风, 背靠北方大国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着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第五, 缅甸军政府放弃军事掌控缅北, 试图培养新的代理人分裂缅北, 对缅北自治区各个击破的思维。 第六, 缅甸实现真正民主, 合适条件下重新选举, 由民选政府取代政变上台的军政府, 武装力量掌握在国家手中, 而不是国家有独裁的军阀掌控。 所以, 要实现缅北的和平。 看似切近, 实则遥远到天际, 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在缅甸, 许多非法活动都是在所谓的金三角地区进行的, 这个区域位于缅甸东北部, 也被称为金三角地区, 这里是非法交易的中心, 也是毒品贸易的主要场所, 由于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各种珍惜物种, 因此也吸引了许多人到这里进行非法交易。 要知道, 缅甸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因此, 许多人为了利益, 会不惜铤而走险去进行非法交易。 首先, 缅北的经济状况不好。 因为有大量中国人在缅北做黑工, 所以缅北的经济发展并不好, 这里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 也有一部分以商业为主, 缅北现在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其实就是因为在缅甸北部生活着很多老虎。 其次, 缅北虽然有着大量中国人在做黑工, 但是这里的治安状况也非常不好, 很多人在这里从事电信诈骗,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人被诈骗了钱财之后, 没有办法回国, 只能选择在缅北生活。 最后,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较差。 缅北地区虽然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 但是这里的社会治安却不太好, 经常发生一些暴力事件, 甚至有一些中国人在缅北还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不法人员威胁。 所以大家要记住, 缅北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千万不要去这里生活, 如果有人邀请你到这里来, 要特别注意了。 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那就是缅北的红灯区, 缅北的红灯区可以说是最出名的, 这些地方都是以卖淫嫖娼为主, 很多人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选择去这里做黑工。 缅北不是什么天堂, 增进无数人向往的生活, 等你真正去了之后, 可能会发现可能那是你噩梦开始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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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